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這個科技雜訊網台版的Part C 經過我們上一節這麼精彩的科技測試錄 不是,發我聲音wave 科技歧視錄之後 他又調補他?不是歧視,怪事 科技的怪事錄之後,我們來到第三節 我怕說了一句話,說得太過了,真是驚訝了,為甚麼? 沒辣朋友 也去到電玩新聞,電玩新聞也包括一些新遊戲的情報 一些遊戲公司的東西,還有一些... 發生啊,發生啊,發生啊 還有一些感人的東西,我們一會兒都會說 還有這次,焚忠正回來了,一會兒開老嶺,他坐在這裡 可能大家不要以為是靈異現象,不用怕了 甚至一會兒有人亂入也不知道 甚麼?我Part B出現了 所以就說,你坐在這裡,不用怕,無緣無故多的聲音 我們說回一些遊戲相關的情報 第一單,軒哥有玩的 對呀,那就是Frosa Horizon 4 那是賽車的遊戲,就是Microsoft出的那一款 那這遊戲,為甚麼無緣無故會拿出來說呢? 其實都出了一段時間 但是就有些東西想說的 因為呢,我會玩這遊戲,但是呢 我自己很少會開網路模式 為甚麼呢?因為網路賽車那裏,就有一個被人救病了很久的問題 但是一直以來都很常見的 那就是一些,正常我們玩賽車遊戲的那些 就是你過彎,你就是踩踢踢,然後就過 然後呢,但是呢,有很多人就當了這遊戲,就四驅車 那撞牆,那怎樣過彎呢? 即是正常,你進彎之前,可能收有放有,怎樣也好 進了APEX,然後再出去,這樣過的嘛 你要進好一點,你是想上不上搏而已 但是你不可以踩踢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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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的嘛 你不是四驅車,不是新火鳥二色MC嘛 但是現在說,之前又是大家整天四驅車這樣 拆踢踢踢踢,都不會減速的 不減速,不難車 很多這一類遊戲,即是比較休閒那類的遊戲 譬如以前玩Need for Speed那些 那時候,我剛剛開始初玩賽車遊戲的時候 我已經有這類遊戲玩的,即是你擦場過彎呢 是比你真的認真去玩的過彎的 我突然就是激鬥戰車 不是,是那類啦,那類啦 是,像四驅車多一點 OK 那很多人呢,也都是當了激鬥戰車玩的 即是每次過彎前,就撞到你旁邊的那個人 撞到他炒了車,這樣 然後就自己過了你的頭,那些 就算不過頭,兩個攬炒都要撞的嘛 那這個問題呢,長久以來呢 其實在很多不同的賽車遊戲那裡 也都有出現的 嗯 但是呢,今次呢,在這個Forza Horizon 4的時候呢 那Forza 那個團隊呢 今次他們就做了一個更新 最近呢,就在網上那裡 就做了一個更新,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他呢,就說如果你的人呢 即是他會有一個系統出來呢 就是檢查你的人呢 是不是惡意撞到其他人那裡的 嗯 即是如果他覺得你特意 即是你,他知道你的操控嘛 嗯 即是如果他覺得你的操控是故意有心地撞在別人那裡呢 你的車會變成透明的 你撞不到人 是的,那就不會搞咎到人了 還有,你應該會不會用別人來做人肉 Break Point 呢 嗯 你應該會自己飛出去 是的 因為有時候,大家就算真實賽車也有這些東西的 有時候出去拿了別人做人肉 Break Point 來頂一頂嘛 不是,他都說如果你輕微的碰撞呢 他都不計算你的 即是他... 對,他會有一個平衡在那裡 出來了 不是,你變得透明的應該自己會飛出去 那你也是會出事的 還有這隻玩法 即是如果大家又玩開街機 有某幾隻街機的賽車遊戲呢 是以碰撞為做這個攻略的嘛 但是這裏呢,可能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看到那些片子 那些是真的整個激鬥指尖的衝動 撞過來的 Cress already Cress already P 是的,那他... 這個update就會又改了這個問題 其實他又不是想玩到那些超級賽車 他是想做真實向Moto Sport的嘛 嗯... 即是起碼是變回正常 真的要做賽車 他真的做Moto Sport 其實下了一個更新是絕對好事來的 我覺得 是的,還有如果你是用靠那些場去過彎那些 他亦都會有免費 或者是將你的車變兜 即是他會有免費 即是不讓你踩油那些免費 但是他一上草地那些不會絕胎 那些不會 都照舊那樣的 是的,但應該照舊絕... 我已經不明白 之前你上草地絕胎 不是應該會被車停了 還能過得到 會慢一點的 因為他是在路上有些板圍著 噢噢噢噢噢噢 不是一定是橙草的 噢噢噢 街道賽那些 是的,街道那些都是這樣 這些真的要做 所以其實我是很少看到一隻賽車遊戲 他的網路程式會跑去倒閉 嗯,這絕對好 因為平時那些網路程式有你死的 對 這隻遊戲賣完就算 賣完就算 那這次他這個更新我覺得是OK的 嗯,如果有 可以留意一下 有興趣的人可以 也有很多人 那時候也想 Youtube 我有看那些玩賽車的頻道 他們以前也說 這隻網路程式不是玩 叫別人不要玩 出完這個更新之後 他們就說可以玩 那是一件好事 好事來的 絕對是一件好事 起碼沒有好像那些廠商那樣 就是online東西 什麼都沒有收拾 就現在好像是死死的 很多都是這樣的 很多都是這樣的 都沒有說哪一隻的 是的 地圖拋 是的,地圖拋 另一單我覺得有幾個 好像剛才那樣說的幾個驚喜的一單新聞 我猜不到我有生之年 會有看到這兩家的合作 是的 即是那個驚喜程度 拍攝著 幫我南北韓那些東西 阿沁沁過去和阿金仔的攬頭頂 我愛你 是的 即是那個程度拍得住 我覺得他有某程度上 即是主機大戰 大家這麼多年任團 索索 膠又鬧過膠打過 差不多都是 那竟然在5月16日 在Microsoft官網發出了一個 Sony Entertainment 和Microsoft進行一個戰略性合作 其實我看那單新聞的時候 我只是看這個什麼網 然後我們看日期 然後再看那個新聞 因為我第一看什麼網 我看了是不是內容 第二 我看了今天是不是4月1日 沒有理由 不是4月1日 然後我才發現很適合 這單新聞 還要別人是Sony的CEO和Microsoft的CEO 兩個大哥可以握手 握手 握手有照片 真的有 你那個記事音就是金仔和ChimChim 終於不是收拍的劇情 收拍也是打架 真的很奇妙 這次的合作究竟是什麼 就是說他們會有一個戰略性的合作 共同研製一些 例如是由他們公司去顧客的一些雲端服務 一些AI的合作 在這篇文章裡也很歡迎地說 例如Sony在遊戲界裡面有專業的地位 我們跟Microsoft也有很長期的合作 我們兩個公司合作 在AI的策略方面更加會有好 我只是看到這篇文章 我覺得很打的任團在這邊 我覺得是 那些任團不是會說 你兩家公司現在合力 才可以對付我的任天堂 不是這樣說 其實就是這樣說 有些人也在說 他們可能擔心對手 有其他人 就是擔心對手的威脅 所以他們兩家公司都要不合作 另一樣其實它裡面的內容 其實Sony會用Microsoft 它上面的雲端平台 不懂得讀 不懂得讀 英文差我們不讀 索色不讀 是的 到時候CAPO給大家看 這樣它就說 其實就說用它們的雲端服務 因為就是說 在美國那方面 Sony PlayStation 它那邊的網絡速度 其實是很差的 就說它們如果用Sony那邊的下載遊戲 是下載到 即是遊戲出了幾多久 是 我記得看到一些圖 你有時day one update 不知道十幾GB 它說 行了 我有一部PS5 回來 沖完個量 都還沒有下載到50% 可能要等兩天 兩三天 就說如果它用Microsoft這邊的話 其實是有幫助去解決這個問題 而另一樣 它剛才藍哥說過 就說它們有AI那些方面的合作 雙方其實是對它兩邊都有好處的 這樣說吧 這個商場裡面 就沒有永遠的敵人 那兩間合作 有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是更加好 我唯一擔心的話 就是說 其實Mosoft近來在這個雲端 甚至在這個所謂Streaming的遊戲服務裡面 想大展拳腳 那如果Sony都想做合作的話 我覺得它第一 可能想對著Google來打 現在有些人 剛才我不是說 有些人猜中 可能有新的 要擔心的對手 就是防它 有些人覺得 就是那些新的Streaming Service 就是類似NVIDIA 又有一隻 跟著Google 又有一隻彈出來 那可能他們是在焦點 怕這些對手 但是威脅很大 所以先合作定 就是叫做合作一步 現在開始發展 就是不要到時候才追上去 那當然 都是那樣 我當日在這裡所擔心的東西 就是說 究竟會對二手市場是怎樣 甚至實體遊戲這件事會怎樣 那我從我的角度來說 既然PS5在未來三年 三年推出的話 暫時我都未看到它會放棄實體遊戲 但是之後 例如PS Plus會怎樣 那我就真的要再觀望一下 那講起Microsoft 順帶講一宗新聞 應該我計算日子 應該都還有 在我們推出的那一天 他說 我現在看錄音 因為我看只剩下幾天 就是他那個 我們節目播出就是 這個5月23日 是的 那他就計時 我記得應該計算得對 他就說 那個Xbox的Game Pass 其實就是一些 你當是月費 你給了一塊錢 那裏面有一堆 那裏面的Game 可以入玩的 是的 那平時呢 237元 就一季 即是三個月 那 雖然圍回來都是幾十元 那一月 但是始終都是一大塊錢 那現在他其實是做一個Promotion 他在講10元 做三個月 嗯 是的 那真的幾划 那裏面呢 其實是包了100個Game 那裏面的 嗯 那有興趣 包括我剛才說的那隻 Forser海灣神4 有他的 不是Halo 就是Gear of War 哈哈 都是那一堆的 你在電腦裡玩到Halo 都是一件好詞 那就是 雖然這個主要是針對著Xbox的用家 但是呢 也有一個叫做Xbox Anywhere 即是包了PC Game平台的 那就是說 如果你10元的話 你可以包了那一堆PC Game 可以玩到 那其實是一個非常划算的方案來的 是的 是的 那順手跟大家說一下 OK 那這單都差不多先了 差不多了 我們再留意一下怎樣 其實那個Game界都很若干 有些變動 即是改變 有些事情都 那大家繼續留意著 那下一單呢 那些人都留意了很多年了 哈哈 四年了 四年了 那些人都留意了很久了 就是這個FF7的Remake 那就是因為在5月9日呢 在Final Fantasy 甚至是PlayStation YouTube Channel 就出了新一段 這個Final Fantasy 7 Remake的Trailer 還有Gameplay 有Gameplay啦 這個要緊要 這個要緊要 那 第一個重要情報呢 就是在一個Trailer最尾呢 就跟你說 6月再公佈重要情報 就是一個Trailer 就是公佈 包含不了 公佈他們會延遲 那個Trailer 公佈另一個Trailer 或者是 OK 不要這樣啦 可能是另一個Trailer 那這樣說的 就是6月 大家 差不多E3 即是E3公佈 那會公佈些什麼呢 我想啦 就會公佈它第一章的 這個發售日期 我猜 因為現在FF7 Remake 就跟大家說定的了 這隻不是一次過出的 是會逐章逐章出的 那第一章究竟會去到哪裡呢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 那我起碼猜 一定不會去到某個角色死的時候 一定是會大概在前中期 那同時這個RemakeTrailer 就顯露了些什麼呢 就是第一 遊戲應該重新整個 那算啦 算啦 因為 比起四 不知道三 總之上一段的大Trailer 那些模特兒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 例如Cloud的肌肉 那些衣服的質感 還有戰鬥畫面 都很不同的 是的 第二樣東西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系統是近似 我會套用比較近期的遊戲 Kingdom Heart 或者是它當年的PSP 我們大家很自然一起望若均種 看它的什麼反應 我本身想說 就是像Kingdom Heart 我忍著不說 忍著南谷說出來 我和軒哥兩個人一起望若均種 看它的表情又如何 或者是像它當年在PSP上面 應該是MV7CC 那種動作類型 但是是不是真的純動作型 還是Command形式 還是怎樣 就還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我看到 我會覺得是順眼了 是真的人的樣子是順眼了 還有 有些人很感動 就說經過這麼多年 又見到Arib 又見到Safilov 那究竟會怎樣 那我就覺得 大概有一把色情形的Capture 現在的模式下 那些女角的身材 和那種質感都好像 挺正的 有一把色情形的 也是在Capture這些東西 那為什麼我留意到這些東西 我當然明白 但是究竟 笑什麼 我沒有笑 所以不敢笑 大家是韓國人 不敢笑 那究竟這遊戲 經過了傳聞 可能是Square Enix 覺得被外部人士做完之後 不滿意 拿回來本部做 然後現在再重新撿過 究竟出來的進度 甚至是不是真的在有生之年 甚至人們笑著說 是不是PS5才玩到第一張 很難說 我覺得未去到那麼充滿 應該是PS4 水尾都玩到 我覺得你們很傻 Kington Heart 2是哪裏出的 PS2 那我在哪裏玩Kington Heart 3 PS4 那你這麼混蛋 自己算回代數 就行了 有些就算了 我覺得 無謂經常罵來罵去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地球上 是有一群人等三木三 等了很多年 你們的雙重 跟他舉比 哈哈 很小事而已 好 所以不考慮 要比這麼大 所以對我來說 等六月吃花生而已 有興趣玩的 但真的出來才說 玩的興趣是有的 但你在想我有沒有機會玩 當然告時才算 最重要是不要做到Kington Heart 3 就是了 永遠做久一點 我做久一點 做久一點 做久一點 有新魔傳活動 糟糕 科技發展一天千里 你繼續發展下去 即是變成永遠的毀滅工將 那款遊戲 正正下又有新東西 又有換過正正下做了 不知道十年 永遠都有新車輪看 不如做到動畫就算了 好嗎 他做過 不再做 不是上次那個 當然 他現在看起來 故事也跟回原著 但他中間會不會插一些東西 或者套回 當年FF7AC 一些後設的設定 那我就不知道 到時再看 這款就說得差不多 另一款也是一些 新遊戲的展望 我自己也有玩 就是一個Monster Hunter World的 大型DLC 那最近很多人 都是開一隻Monster Hunter玩 我經常叫 因為 每個人都準備迎接這隻DLC 開玩的 第一 因為我們錄音 應該還在 因為剛剛出了一隻 《歷戰王滅進浪》 我就擔贏 算了 都差不多畢業了 因為他都不會出新怪 另一方面 Eye Spawn的新型DLC 令我看完Trailer之後 就有些東西想討論 第一 這個新的DLC究竟是 超大型擴充內容 就是在2019年9月6日發售 Steam版 應該是冬季才發售 那究竟他加了些什麼呢 這個新的地圖 永霜凍土 那就是雪山 也有新的四隻龍 給你打 也有新的古龍兵袖龍 新的一隻 類似像綠的一隻古龍 也有 好像綠的一隻龍 因為他形狀 他真的 你看看他經常綠 經常綠有很大的角 但他為一隻龍 來的 綠角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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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繼續 也有隻會在雪地轉來轉去 一隻好像魚的龍 對 真的 大家看影片是這樣 沒有問題 就是不知道 我真的很好笑 說句公道說話 以前也有冰歌龍 對 對 但是 剛才最近那一隻好像魚的龍 我不知道他會說得很好笑 龍生狗子 你懂什麼 記住 最後也有大家很熟悉的信龍回歸 哦 也有信龍 看 trailer 我預計也會有 我猜應該有轟龍 但是 公佈了你就得了那麼多 也有一些新的動作 例如在薄招的時候 可以用你的彈射器去做另一些動作 可以增強你的機動性 那也是他畫過雪山 即是什麼立體機動裝置 我剛剛想說 我突然吞了 我突然吞了不說 你又說出來 本身那塊已經是立體機動裝置 可以走來走來走去 可以射一些東西 例如你砍到這樣 斬幾口的時候 你要收完刀才可以用彈射器 那現在他說加了一些動作 可以在招之間已經可以用彈射器 方便一些 可能薄招方面是更加好 即是你迫了斬兩刀 飛到後面 然後再斬 這樣 又沒去到這麼誇張 不不不 我應該是搞事 不好意思 那我專心說 但我們三個保持他搞事 那你 OK的 我氣到搞事 我們三個保持他搞事 但問題就是說 現在只公佈 就是公佈了那麼多 但是他的DLC都不是特別便宜 三百多 只用這些東西 即是如果 還要是 會不會再有東西公佈 我覺得他一定要 大哥 我三百多只打四條龍 我慘了他也像 有沒有新武器 沒有新武器 但是你有新怪 即是有新的 即是本身的武器 裝備 會不會有 但你說有沒有新的 類型的 另一些武器 就沒有 最重要 因為大家都當然就是G 因為有另一個 再難度的一個等級 即是 即是 現在不是力戰王 可能再不知 怎樣厲害一點的 大力戰王 類似那些 但又這樣說 你說本身這遊戲 又沒有收貨金 又沒有什麼費用交 又不用吃 有的 動作要買的 如果你想買 即是用真實款去買 黑爾報雞的動作 即是一些揮手 請問 我想問一下 怎樣在One Hunter打怪 是黑爾報雞的 有沒有解釋一下 有新動作 外面打到場 給你買 因為通常有新招式買的 新動作 它又不是新招式 它是新動作 有人來 動作 沒有黑爾報法 黑爾報雞 我們在討論 為什麼 說說 螢幕肯變成這樣 躲起來跟著這些 這樣 會不會認真一點 我說清楚 例如一些 溝通的表情動作 是可以買的 其實這些都不是 這些都很 笑 這麼大一個 就是一些很選擇的東西 但是遊戲 都有一些很大 要買的東西 其實有三百多 我不知道有沒有夠交連費 我一定覺得 不止這四條狼這麼少 但是根據以往經驗 我覺得Capcon 應該在雪山 不會做很多事情 雖然在YouTube說到 雪山是跟現在的 這麼多地區 一起這麼大 亦都說很多不同的互動 亦都說很多生態的互動可以做 但是 以Mon Hunt World一開始 到現在差不多是結尾 其實 真的我覺得有新意 而是好打的怪是少的 我覺得最有趣的兩個龍 都是Korssover的 一個就是LF14的Korssover 就是打了一隻貝爺 另一隻就是Witchard三個 打了一隻雪精 打到我想叫救命 但是這兩個都是有趣 但是你本身 例如我之前說過爛輝龍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怪 未去到很吸引到我 那當然個人意見 那我見到我以前打開的 都說拘捕了 因為你到時 9月一定大家都打的 還有一隻你online content 某程度上 你會好像Fever 那些大家說 當是交連費 當是直接交連費 某程度上 我聽一些有話的朋友說 剛才說有些小 很optional的東西 你可以課一下 其實其他位都不是說 按著你來搶那些 沒錯 那有些都可能 心態上 當是Fever 交連費的心態 那些人說 他都說的 第一你可以直接用 Montan World的Safe 他也有分 如果你第一次買 或者你只買這個DLC的費用 那他也有很貼心 很多不同的擴充包 例如你買賣的 Expansion 加上其他的動作 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的服裝 好像有些 舊世代的服裝 他都可以連在一起買 那我都可能 看看到時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人 一起玩才能 那你應該要跟朋友 這些沒有人可以 跟朋友 但是 但是 那如果是玩開 現在習慣了 怎麼都開來跟阿龍那班 怎麼都買的 我猜有 那我希望他到時Cost Over 因為 反而上次那兩隻Cost Over 我覺得是有趣的 那兩隻都是難打 也都是 真的有新意的 所以希望他這次 也做多些Cost Over 那大家再留意一下 一些 新消息 到時有什麼update 南瓜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啦 那我們 完了這單之後 另一單就真的說一隻 出了新遊戲 那這隻Game呢 我覺得很特別的 第一它是一隻Indie廠出的東西 但是近來都受到很多Streamer 或者一些評論家的注意 因為它在某些地方 真的做得很好 真的不像一隻Indie廠做的 那這隻是什麼呢 就是一隻瘟疫傳說無序的Game 那如果大家在香港 通常都是看打過打的 那也有很多不同的人打 那這件事我們之後再說 再說 那這隻Game究竟是什麼Game來的呢 有些人就會用幾隻不同的Game去 配合來形容的 Brothers to Tales 或者一些潛入Game 加上一些生態Game 去配合一起說 那這隻Game究竟是玩什麼 以及究竟是做什麼呢 這隻Game的背景故事 就是一個中世紀大概 一三幾幾年了 的法國 就是說主角就是生活在法國 那他是一個貴族的一個子女來的 原本就生活很無憂 但是因為他弟弟的一些怪病 加上他媽媽為了他弟弟而研究這個練金術 就被這個教廷就要審判 加上當時正值這個鼠疫和一些瘟疫最嚴重的時候 那為什麼叫瘟疫傳說呢 就是因為你的女主角和他弟弟 就要經過一些有鼠疫的地區 就進行冒險、逃絕等等 而Game裡面一個很特別的機制 就是因為會有鼠疫 如果大家對老鼠有恐懼的話 千萬不要玩這隻Game 因為它裡面真的會有很大量的老鼠出現 還有你是可能要利用這些鼠群去對付敵人 譬如說可能你要一個 scene 就是說有士兵在中途想捉你 他舉著火把 那麼他設定就是說老鼠是怕光的 所以他就在火把周圍就沒事 可能女主角就要潛入 就用拼石的石頭 打拭火把那個士兵就被老鼠吃死了 即是阿參射了他那個火把 讓他被鼠咬 大多數這隻遊戲的遊玩都是解謎 潛入、怎樣避 亦都會有些時間是要正面跟士兵狀進行戰鬥的 亦都可以用你自己手上的一些道具 和你媽媽傳給你一些練金術、化學知識 來混合一些東西出來 那麼相對來說 那些人說這隻Game的遊玩性是比較簡單 那當然是比較單線向 因為這隻不是一隻open world的Game 這隻是一隻單線向過關的 過關的 對 所以大家都說遊玩性未必做到好像很棒很厲害的一隻Game 但是他另一方面是做得很好 第一一定要稱讚他的畫面 他的畫面完全不像一隻是Indie做的Game 因為他那隻畫面 我在PC看是很細緻的 無論他的人物的造型 他的光影 他的環境的設計 他利用光暗 或者他的老鼠吃人之後的血 血液霧 骨是做得很好的 那些人亦都說這隻的畫面 是絕對追得起現在3A的大作 雖然未去到說真的可以很漂亮 但是絕對是細線 絕對是比得上的 比得上的 是的 另一方面就是他的配音 還有因為女主角的模組 大家都說做得很漂亮的 那大家都有些人說追女角 或者追女角的媽媽的 那都OK的 那所以在醫道 女兒不吵吵阿婆 真的 我只是想這一句 你播放一些人說媽媽的樣子比女兒更漂亮 但是他在面容 他的配音方面是做得很好的 那當然 有些人說這隻就相對來說 劇情比較短 也就是說 他可能的遊玩性 未必是在他重大的焦點裡面 他的焦點都是在於 他怎樣跟他弟弟經歷這些事情 怎樣去改變 這些廠出的作品來說 這隻第一隻出的東西 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好 那當然 你可以說他的遊玩性是比較單調 那樣的 我一看那些影片 看到那麼多老鼠做得那麼好 我已經覺得收貨 是 當然 有些人就會批評這隻遊戲比較簡單 因為他的解謎 就是很直線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另外一些批評就是 可能他的劇情比較急轉直下 也可能是人物性格轉得太厲害 但是大家對於女主角的經歷 大家都是覺得寫得OK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Steam找 這隻遊戲在上面有 價錢來說 是相對比其他Indie Game是貴一點 他好像不知道二百多三百塊左右 但是你看一看畫面就覺得OK 你收到這個價錢 我覺得 很值得 有人會說他接近Walking Simulator 的確 這個 我看完這遊戲的一些東西之後 我自己未必會玩 但是我會覺得如果你是喜歡這類型的遊戲 都可以試一試 這遊戲就介紹得差不多了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看影片 看看評論 覺得是不是適合你玩 因為真的好看過人的 但是想說另一件事 就花生一點 我用這個字眼形容 對 因為很多人都說這遊戲接觸 可能近來是因為達哥有玩 但是達哥玩也沒想到有個風波 很昂貴 不是達哥的問題 而是因為達哥去玩這遊戲的時候 這個遊戲是有兩個 subtitle language 可以讓你選擇的 分別選擇這個 英文 和這個 殘體中文 這樣算 那麼達哥最後 就是選擇了一個 簡體中文的 原因就是因為 多些兄弟可以看得懂 大家絕對明白 因為做實況 其實很簡單 有時候都要顧著你們觀眾 怎樣去看 正如我們做節目 有時候顧著聽眾 怎麼看 都會有相應的事情 大家明白很簡單 但是結果就 惹來了一個風波 給那些人說去什麼 去投攻 我真的不明白 這個邏輯是怎樣連在一起的 如果可以讓你選擇 我個人來說都會選擇 繁例中文的 但是只要這樣說 遊戲廠商不可能 每一種語言都會有 而且你在Steam page 已經知道它只有兩種語言 而為什麼 我覺得另一個原因 為什麼要選擇中文 就是簡體中文來做實況呢 剛才說過這遊戲 是一隻一三幾幾年的 一個歐洲的故事 那麼它裡面說的文化 或者說的名詞 它可能也古適一點的英文 那究竟 你作為一個實況 是一個亞洲的實況 你還以觀眾 是不是真的看得懂呢 老實說 你作為一個實況 你要給反應 你要搞笑 你要聚述 你那時候玩的情況 你還要真的玩這遊戲 我覺得是很難的 你還要是 就算我有時候 自己錄的卡機片 我也有時候 整整一下那個 我真的沒有說話 我是做不到實時 整時間說話 其實我真的說得很厲害 如果說 有得開正體中文 有得開殘體中文 在這個選擇之間 特地選擇殘體字 那大家可能真的有些不滿 都很難免的 現在是用英文和殘體 老實說 很多人都說 我看《英晚》沒問題 人家的直播是幾個人看的 人數是我們幾何級的 人家在觀眾的情況下 去選一隻 多些人會看得懂的語言 你不怪多人的 八個的觀眾 大部分都是小學的 或者中學的 他們看得懂這些英文嗎 是啊 不是那隻小學雞 可能真的在讀中學 讀小學的一班觀眾 是啊 人家看不明白英文很正常 所以之後 達哥的回應 我覺得是 大方得看 有些強硬 但是很大方 你看了他這麼多年 你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那你不要看 你看很久 他說你看開他的 他的為人 你應該會知道 你要包咬頸 他就算不放牢 無論是簡體字 凡體字 對於中共的看法 你自己看回以前的影片 哈哈 哈哈 我被非法有錢 放咬頸 哈哈 那些人實在被人 逃犯條例 就直接被人 這樣 整天不可以有人說 達同志 小心言論 那些東西 喂 我有時候覺得 那些人真的 要包咬頸 雖然那些人很瘋 是 喜歡上網找人來罵的 大家是發覺的東西 特別是一些 你說Facebook可能更好一點 因為Facebook有時候 連結了你的真正帳號 雖然以前試過Youtube 有些人用真帳號來 我來留言給你們 搞事 那些不要計 哈哈 那你說有時候 你的社交網絡 真的連結你真身 那說話 小心點 你的Youtube 那些人 我那時候真的 開過帳號上去 就是 不是你的社交網絡 的常用帳號來的 那變了很多人 好像事無忌大 有些人真的上去 我覺得很瘋狂的 有些人 好像想發洩 那樣想去 周圍找人罵 是瘋狂的 有些人是 比如說Darko 那個Track Room 有些人說 頂不上認識Track Room 會有 那些人真的 常常找Pon去罵 就是轉遊戲 又罵 那樣又罵 那樣又罵 好像自己 不說以為你是老闆 就是不說以為那些人 是他老闆 你煮這遊戲不行 我搞其數 達同志 那樣 我覺得 有時候網上世界 大家又 不要打算上網 別人不知道誰 就瘋狂的 亂來 有些事情 作為一個人 而有基本邏輯 和基本智力 我覺得 如果說天生沒有的 沒辦法 天生沒有智力 有時候 沒辦法病理來說 那如果說 正常來計 思維是要練習 我覺得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看回這遊戲的Gameplay 或者你喜歡的話 去看看他 他應該還沒玩完 大哥 還記得 沒那麼快玩完他的Game 沒那麼快玩完的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這遊戲也差不多了 說另一隻 我原本沒想過會在這裡這麼快說的Game 但我看了一宗新聞 就覺得值得說的 就是這個Total War三角 大家如果有玩 其實Total War就是一隻戰略Game 也出了很多袋 這次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Total War 其實之前出過不同類型的國家 但是這次出三角 我就覺得是挺特別 我們經常玩 無論是三國無雙 三角志 都會經常用三角的故事去做 但是這次用一隻 算不算是比較外國廠的方式來出一隻 你覺得是玩西洋的軍事戰略Game嗎 是啊 但是現在變成了 中國古裝的時候很有趣 就是三角志 我都不太熟悉 我不知道它跟Total War的分別 會不會很大 大家知道Total War的戰略系統 也有些特別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留意這隻戰略Game 感覺還是很有趣 是啊 但是這個玩法 其實這樣開快是很有趣的 這隻Game 就5月23日就會出的了 但是為什麼會突然留意到這隻Game 就是因為 其實我剛剛在Reddit看資料的時候 就看到一篇新聞 我覺得這個Developer是挺好的 就是在Reddit上面 有人在Total War的 Subreddit 就向大家求助 就是說 就是你信不信也好 就是說他的弟弟 就因為癌症復發 就不久於人仔了 那麼他就說 其中一個 最後的願望 就是想玩到這隻Game 所以就向大家求助 就可以跟Developer說 可以怎樣 那麼很快就已經有很多人 所以他上載了 最後的Developer 真的就傳了一份Copy給他 然後他回去 就用一本Notebook 就真的讓他的弟弟 玩到這隻Game 那麼這一單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就是講完一些遊戲的情況 一些新Game情報 接著呢 都要講一下一些 真是挺新聞類的東西 就是新聞類是關乎一些 國家遊戲政策的東西 沒錯 但是要這樣說 大家可以猜到 當然是說回大學那邊 那麼之前就 Steam這隻 怎麼說呢 就是說如果Steam和Epic Games 那些東西 我想如果聽開我的節目 一定會知道 我們想法是怎樣 或者很多聽眾 可能想法 都跟我們隔離 相近一點 但是這次我就覺得 Steam真的很過分 Steam這隻遊戲床 真的包藏禍心 簡直是 真的應該天打雷劈的 傷害了我們的 十三億人的 不是 沒有十三億 在他押了那些 不是人來的 對呀 過不了Human Test Non-Human 那究竟什麼事呢 那就是說 Galph在很久之前 已經加入了 其實你無論一些 現在你登記的網 都會幫你檢查 你是不是人 就會有個Test 就是這個 人機驗證的安全措施 對呀 擔心你的Bord 是電腦程式 那些 大家試過可能選一些圖 問你是不是 哪些Item 哪些圖要你按 哪些圖是車 哪些是街燈 那些 那個System 就是Google 其中有份做的 現在就是 Steam的註冊選項裡面 都要通過驗證 但是去到這個 偉大的強國裡面 就發覺 連過這個Test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他們連不去Google 所以做不到這個人機測試 一班強國人 證明不了自己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真的 歧視 歧視 一個是 真的 很生氣 作為一個外國分子 我覺得Steam 真的很壞 他應該要做 有中國特色的Steam 出來的 他想做的 他想做的 就是做個問題文 跳跳虎的朋友試水 那些 那你就直接被人禁止 這個有幾個的註冊 為什麼要用Google的人機驗證 你可以用百度的 那就是不用驗 所以這件事是 血腥腥地傷害 這麼多位玩家的利益 是啊 真的很生氣 真的很生氣 很憤怒 加上這個國家的新的 對電子遊戲的監控力 更加覺得 他們對這個玩家 是更加好的 是的 不讓你玩這麼多血腥的遊戲 Steam上面有這麼多 不和平不理性 又暴力的遊戲 就是開之前台灣那隻 十九遊戲 還原這樣 傷害我國人民感情 啊 你不要問我買了沒有 哈哈 是啊 我好像在直播片裡面 嘿嘿嘿 嘿嘿 年輕所犯你做 所以現在國家就說 所有東西都不可以有血 是啊 那 你為什麼要傷害別人 不可以傷害別人 是啊 你就算那些射擊遊戲 全部打傷都不會出液體 然後又可以 在裡面買一些什麼 GTA的遊戲 暴力啊 是啊 天地不容 所以就來到 廣東我也想到廁所打我冷靜 真的 所以我們要說我們下一隻 這個 這麼和平的代表 這麼出眾的範例 要給大家學學 就是給那些歐味走狗的 那些建築者 要學一下怎麼去做遊戲 就是我們要說 就是一個和平精英 是這個 絕地求生 和平精英 是絕地求生的嗎 現在有沒有最新的四個字 好像沒有 是新遊戲 新遊戲 和平精英 和平精英 收個皮 取締了它 取締了它 不好意思 說出來 果然這樣 那四個字 什麼絕地求生 在我為國家會有絕地嗎 真的 聽過四個字 太平成世 你竟敢跟我說絕地 真的聽過 好像是和平精英 和平精英 哪間公司 就是偉大的騰訊 騰訊也知道 其實當天代理了這個 PUBG的Mobile 但是因為 還入股Broad 不是 是因為國家友善的政策 令到這隻 這麼美帝走狗的 這個PUBG Mobile 就只可以open beta 那經過了open beta一年之後 因為騰訊覺得賺不到錢 就是沒有錢賺 因為完全沒有位置讓它入 因為它拿不到版號 就不可以用這隻遊戲來 叫做收費 收貨金 收費 收費 所以說 長年累月都是用一個 測試版的一個 叫做拉規 去營運運作 但是不可以收錢 所以這一段時間 是完全白做的 那隻刺激戰場 還是那隻 還有一隻 那個全軍出擊 都是白做的 嗯 所以現在呢 就出了這隻 和平精英 他先撿了一隻PUBG Mobile 還沒撿 還沒撿 那天一開遊戲 就會叫你 國忍計過去 和平精英 這個 就是那隻 全軍出擊 就叫他這樣 不是 刺激戰場就叫他忍計過去 遲一下就到全軍出擊 都要忍過去 那就去了這隻遊戲 剛才大家提起我 就是沒有了這個 pay us alone back of 玩具字 變成這個 阿希哥讀 Games for peace 嘩 聽到之後 我個人很治癒 真的 很治癒 很棒 我真的忍不住笑 什麼忍不住笑 我覺得很棒 我忍不住笑 勇者同行 為了和平 那究竟這遊戲 怎樣宣傳我國的 這麼偉大的和平意識 他就是 那些PUBG 殺死人 殺來殺去 根本是損害我們 國家青少年的心事 其實以前全軍出擊戰場 已經有個故事簡介 故事簡介 說太平盛世 現在國家要練兵 所以就說用來軍演 現在他就再改了 他就說現在是 騰訊光子自然 軍事競賽體驗 現在不是軍演 是軍事競賽 就是 老實說這遊戲 變成了打Wall Game 是啊 以前我說 PG有玩Wall Game的感覺 就是因為要走好遠路 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問題是 我是感覺到 是Wall 但現在完全是一隻Wall Game 那為什麼呢 什麼啊 你又說橫戰公主 做什麼啊 Mix R 你不要這樣 你怎麼Mix R 不是 橫戰是 一大吉的 或者是人下去 不同的 好啦好啦 好厲害 玩這遊戲 有抽獎 每天Lock In 就有機會抽獎 有本iPhone XS Max 很糟糕 抽太iphone的 那不是華為 包藏和身騰訊 小心 華為是要買的 這些垃圾 要抽 這些垃圾 我來丟的 就抽 好好好 騰訊好 好騰訊 那現在呢 Mix Rumble 就是Wall Game 先說 去給別人 讚美 就是 以前呢 你被人射死 你就會 放在地上 然後呢 就變成一灘血霧 接著呢 就有個箱子在那裡 那個箱子就是 給別人拿你的工具 現在呢 首先被人射死 你就跪下 單身的跪 然後呢 在後面捧個箱子出來 放在那裡 接著揮手 拜拜 一路好走 接著就 消失了 還有呢 你遺漏了之前呢 剛才你說射擊 都錯的 人家射的那些呢 就不是子彈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射什麼 信號 我射信 信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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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射下來呢 你現在是扣幾個信號席 你的信號席扣了 不不不不不 我不認識的扣 總之他變成射閃光 他射到好像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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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的 沒有子彈聲 沒有那種子彈聲效 也沒有血 因為他不給有液體 我忘記以前 那些射擊遊戲 射下去燈燈燈燈燈的 不是 那些叫信號席 如果射到你扣了血 你就可以拿電池 補充你的信號席 所以那些不是叫HP 不是血 叫信號席 就可以充電 有些像洛克人 對 Exactly 像洛克人 洛克人射下去的東西 不會有血 有些像洛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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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問一個人 什麼時候可以撞鐵地撞 打這麼多年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那不是人 有些信號 我Full Dive 他又沒有說Full Dive 那算了 那這個已經捧過箱 和揮手已經搞得很好笑 那大家知道 當年那隻 垃圾Bullow出的 垃圾Player 為什麼最初 會有這麼多無知少年 下去玩這遊戲 就是因為那些人 享受那些暴力內容 哇 一九十九人到場上 要殺了最後一個人 如果你不是打對際 就是他們打一個人 殺了最後一個人 那整件事多暴力 我真的聽到那個 又要去廁所打的冷震 那現在變成怎樣 你打到最後五個 就是End Game 你已經勝利了 恭喜 然後就會推個蛋糕出來 二五條狗為了絕大哥唱歌 像玻璃門一樣 你有沒有玩Mario Party Mario Party玩到最後就是這樣 五個人站在台上跳來跳去 如果我要開Party 我當然要玩Mario Party 我玩PS和Beckle 我就是想跟別人玩火 那這樣說 說到這裡 雖然我很搞笑 某程度上 我真的要很佩服那幫創作人員 其實 可以這樣想到這些 老實說也不怪他們 他們 有哪個人想做這樣的遊戲 哪個人想做這麼搞笑的遊戲 但他竟然不做這樣 沒有錢賺 就撞不到把握 就賣不到錢 直接不給出 因為他配合國家政策 所以之前要用測試中 那些事情 要咬一條縫 而這次他虎體抽身 也是有成績的 我上次看到的新聞 就說和平精英 已經收入了幾個億 我只可以說 在強國出遊戲 你真的要很有創作 你的創作和幻想 真的要嚇你一跳 你真的要想到這樣才行 知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創意 太平盛世 大家都可以全心全意 把創作力放進去 創作一隻遊戲 不用擔心其他事情 我找到那些新聞 就說上架五天 吸金就要1.56億 證明賺很多錢 證明他們的創作力量 是非常厲害的 那邊真的太平靜了 好像聽說那邊的新聞 有幾天是完全沒有播出 沒有賣戰的東西 怎會不太平 怎會不太平 怎會播呢 播這些微不足道的英美酒狗 怎會陷動我們國家 開我一隻手指 把你當作流矮的捉死吧 是啊 那真的不會補流矮的 但是 那些手榴彈上去 飛機都爆了 知道嗎 是 隨便扔個石頭也扔個飛機 不是 老實說這隻遊戲 如果我 我們還有玩這個 plugg mobile 是啊 幸好那邊真的是 國際版 完全不用影響 你試著把國際版說到這樣 全球的遊戲 哈哈 哈哈 真的 你試著改了我 我玩這隻國際版 你試著變成計算號值 你試著變成我死了 我活跪在那裡 防人揮手 我立即把那個 Icon自救了這隻遊戲 喂 你玩了 你這隻遊戲幾天有創意 真的 真的好東西 我覺得真的 所以 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不要玩這隻遊戲 我在想 我不要錄一段影片 來特地笑一下 可能你會喜歡火花金 神經病 火花金在那邊 但是他這隻是不是 內地的app store才有的 他剛才官網那裡 看到有一單 應該有APK 你應該 APK就小心點 要找人家的機裝 理論上 應該是可以試的 但是 我也奉勵大家 如果你不是要 有什麼媒體站 要去試東西 或者你不是無聊 想試遊戲來拍片笑 還要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你玩PUBG 玩PUBG 玩PUBG mobile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你玩哪隻都好 不要用這些東西來搞 大家真的很有空 所以真的 做遊戲真的很辛苦 這間遊戲真的辛苦他們了 真的 血都沒有你做什麼 真的 這樣都給他想過 其實我覺得真的厲害 老實說真的佩服 那天覺得無奈 近他們 對 笑都差不多了 笑都差不多了 捧我蛋糕出去一起笑一下 現在 圍著唱歌跳舞 錄一節 好了 我們今天科技集積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今集節目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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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